生活習慣、語言、貨幣都相近 要移居外地、一害之厄的澳門 或者是香港人比較容易適應的地方 實際上居住的空間又是怎樣呢? 今次我們去到澳門參觀一個新盤單位 由測量師帶我們比較一下 兩地建築有什麼分別 這次這個單位有四百五十多呎 但一樣都是開放式間隔 其實是否要被人選房間 我覺得他也是這樣的 因為你看到他建了一幅牆 其實在這裡可以隔一個房間出來 變成一房一廳 這樣也舒適的 給你一個靈活性 你可以說是我一個室室開房式 你說我一房一廳我自己隔一隔 這樣也OK的 但他似乎做少了些事情 因為他只有一個電視的天線位 如果你隔了房間之後 那房間就沒有了 變成你又要拉過 來到這裡我們都看到有開放式廚房 那這些跟香港那些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他那個設計的大崗跟香港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那麼就有少少東西見到不同的 他這裡就做了一個地台汽水的 在香港你很少這樣見到 因為就算有地台汽水也好 那麼就收起來了 沒有那麼難看 還有就是他這個電掣 我們很多時候就說 怕一個電掣近那個水位 那些水會彈進去 他這裡就做一個蓋的 就是蓋著一下 水彈進去就不能進去 這個簡單的裝置 Greyman說 成本比起裝戶外插數低 值得香港訪效 這個開放式廚房 雖則是五臟俱全 但在空間配置上 可以做得聰明一些 例如說月水爐如果改在星盆底 或者在假天花上面 就不會壓住有限的廚藝空間了 另一邊有窗台 那些窗都用了香港常見的大玻璃窗 更多了些東西 他澳門的窗的設計 跟香港有少少不同的 那你見到他的鋁窗 就多了一條這樣的降線 就算窗真的跌出來 那他都拉回住 就是叫做有個保障 我覺得這件事在香港都可以借的 這個單位的浴室 有窗通風 連走廊都有 你這種天井窗 似乎香港都越來越少見 以前香港有很多天井 因為以前的泥 要求廚房和廁所都要有窗 有時有些地盤比較大一深 你就要在中間做天井 但是自從沙士那次之後 就發覺原來這些小的 比較豐密的天井 就形成了一個細菌的傳播的一個捷徑 自此之後容許開放式廚房 沒有窗的 以及容許那些所謂黑刺 另一樣跟香港建築趨勢類近的 是樓盤屬於雙子塔式 是兩座雙簾的設計 造成這些長長的走廊 反映出地盤面積 吹向越來越小的現象 待會兒